好 刚刚民众扣应电来讲到的是台南的部分 其实不管是高雄或台南 大家要问会不会是市长拖大了 就是蛮有自信的 所以很多比如说他们讲的治水之工 跨口的政绩现在是一语成灾 另外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管线潮测的问题 在高雄的部分 其实陈局有说永不回田 如果不安全就不回田 可是可以看到前天发生的这车祸之外 其实引发民众更大的忧虑 如果管线没有办法回田 或者没有办法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埋的话 那朝车在路上走 是不是更夸张 更恐怖呢 当然是嘛 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 你今天要解决石化产业的问题 要根本上解决 那你今天管线的管理 是因为长期不维修 而管理管线的政府单位失职 所造成的结果 甚至里面有官商勾结 香含的问题不就官商勾结 为了偷工检要造成的后果吗 好 但是你现在应耶废实 你陈局用一种极度不专业的选举式语言 就是说不准回田 全部用潮车 那潮车不更危险吗 一天一天内在整个高雄的市区 在闹区里面增加了七八十辆的潮车 到处跑 大家想想看 那一个相撞的潮车里面 刚好是空的 他本来应该是在绿溪 但是因为他是回程 所以他的潮车里是空的 假设他的潮车里 是有满满的绿溪 那跟中游的 这个三班员工下班的 接驳交轮车相撞 你请我叫 请问大家 稍微想象一下 多么恐怖的场景 满满的绿溪 然后跟交轮车相撞 那就不是一死十八伤了 那就是更严重的灾害 那今天你说 开潮车的司机 可能因为累 所以打瞌睡 所以偏离了车道 以至于发生了冲撞 造成了这样的伤害 那时候时间应该是 快接近十二点 十一点多了 那我请问你 那别的潮车呢 如果再满了 有毒气体的潮车呢 如果相撞了 会有什么后果 你今天高雄市政府 当准备用潮车 取代地下管境的时候 你有一套完整周密 让市民安心的 一套安全的管理做法吗 没有啊 没有让潮车上路 可能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这就是现在高雄市政府 处理灾害的一个做法 其实现在处理灾害的一个问题 还有大家刚刚讨论到的 也就是现在水一淹 这个湘韩里头 当然有多 不管是幽灵或找不到的 不管了 这些水一淹之后 会又破坏到它的结构 其实又引发另外一波的危机 那是越来越糟糕 像那个气爆之后 土就松了 然后水一淹以后 可能很多地基都已经逃空了 所以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紧急 我不懂说 我在想说如果我是高雄市的官员 我若是成绩的话 我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做都来不及 他怎么能够好整理家 什么事 我们去看 那么多记者在现场看 看不到他做什么 可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 我们一直在讲 一直在问 为什么 好 我举2012年520 台南淹大水 赖清德赖陈 他第一时间做什么事 炮轰中央 你为什么不给我水 去治水 治水预算 你为什么不给我 第一时间发动民进党 炮轰中央 结果后来蓝绿 口水一震以后 发现 哇 你台南拿最多钱 你拿了220亿 就分好几次 总共拿到220亿 然后呢 市议员就说 你市长轻忽 官员轻松 市民请家荡产 这几个字 你拿来看这一次的高雄 跟这次台南 还不是一样 可是如果年底选取 他没有高票当选 那他怕什么呢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前因后果 就是说 我这样做 如果我仍然得到奖赏 我将来一定这样继续做 而且努力发掘 怎么样做的 够巧鬼 我要拿到更大的奖赏 这就是民主政治 就这样 很多民众在问 当官的到底在想些什么 尤其像这个停班停课的宣布 休息一下马上来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